给PS5选什么显示器比较好 首先有条件的话 最好用电视玩PS5 4K分辨率 120Hz刷新率 最好是带VR 尺寸越大越好 8575的 显示器是放在桌面上的 我觉得最佳尺寸是27英寸 如果你主玩游戏的话 32英寸也可以 大一点爽一点 显示器的分辨率 首选4K60 预算高一些可以选4K144 预算有限可以选 2K144 甚至1080P的144 HDR功能有更好 没有也行 这不是必选项 但是一般比较贵的显示器 都有HDR400或者600 像什么165Hz刷新率 180Hz 240Hz 对于PS5游戏来说 没啥用 电视或者显示器玩PS5游戏 最大也就120Hz 很多显示器带Type-C接口 什么65W充电之类的 这个模块值几百块钱 可以接笔记本 有需要的再上 色域可以买99%或者100%的RGB就可以了 色准最好是Δ1左右 像什么低蓝光 窄边框 什么1毫秒 G-Sync 甚至显示器自带的音响 有更好 没有也可以 有一种显示器叫带余屏 是21比9的 甚至更长 这种的不推荐 用这种屏幕玩PS游戏 两侧要么有黑边 要么横屏拉伸 不好看 曲面屏的显示器我没用过 据说用久了 习惯了也行 支持4K144的显示器 一般都有HDMI 2.1的接口 这算是PS5的天花板了 如果是2K144或者4K60Hz的显示器 用的是HDMI 2.0接口 显示器还有一种特殊的接口 叫DP接口 这是给电脑显卡用的 一般DP1.4的就行 支持4K60 显示器还有一个参数叫色深 建议买10比特的 虽然普通显示器的10比特 都是8比特抖的 但是也可以 最后说说品牌 建议买名牌 做显示器很久的这种牌子 像我比较喜欢AOC 三星 戴尔 LG 明基等等 像这些牌子 都是做过很多年的显示器了 但是像小米 华硕 HKC 华为 创为 海信 泰坦军团 等等等等 能不能买 这就要看个人了 因为每个人对品牌的好感度是不一样的 我之前在直播的时候 有很多同学说 你买什么 我就买什么 千万不要这么做 我先说我用的是什么显示器 一台AOC 一台明基 我之前都做过视频 这两台显示器都是4K60的 IPS面板 我的用途是半工打游戏 它俩都有Type-C接口 一个是前年夏天买的 一个是去年的 在当时选的时候 这两个是比较适合我的 但是如果我现在要买 应该有更适合我的 而不是他们 所以不要学我 因为每个人的实际应用场景需求和品牌的好感度是不一样的 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买 我先来说 我先来说